但是有一个事,阿姨,我替叔叔问问您 因为叔叔将来未来的计划想来到沈阳这边 我虽然没有问他有没有买房的计划 但你愿意让叔叔住到你那边去不 皱眉头了,皱眉头了 也不是 有故事 也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不能总在那边待着 沈阳我有家 我那一百米房子我也得 你去,他住到你那去吗 我感觉还是两边,两边跑呗 叔叔是奔着他儿子和女儿都在沈阳 将来想定居在沈阳 定居在沈阳,他就没有必要再经常回锦州了 那挺好 那就会长期住在你那 没有房子的话 就是最少的话,也得有个 就是 你要饭还得有个宠困的地方呢 暂时没有房子 但是你有这个条件 你需要,你可以在任意地方买房子 我有那个条件 买不少贵的,买便宜点 你老家锦州有房子 但是你有那个经济条件 我,就是卖不卖不说 就是,还可能说上海南去买个房子 你要是能买一个 就是40平的小房子就可以 咱们你是女嘉宾呢 介不介意 我不介意 因为我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哪儿安家都可以 在哪儿安家都行 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咱们说啊,这个房子 不代表着就是有家 但是呢 如果你要想组成一个 比较温馨的家的话 房子也确实是一个 挺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男女嘉宾 非常直接了当地 就提出这个问题 也是一件好事 来,男女嘉宾 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对方吗 没有 没有啦 来,二位请请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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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嘉宾已经聊了挺多了 接下来我们女嘉宾回密室 稍坐休息 一会儿再见 来,这边请 男嘉宾 刚才跟女嘉宾落得咋样 行 行 大哥是这样的 我们要在原来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找到一些我们生活当中 需要提升的地方 其实如果你能够明确地表达 你是能够给对方一个准确的信息 同时也是给自己暗示一下 我到底要什么样 不要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 行就行 不行 咱们就说一下 迂回的表达也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表达明确 这是我给你提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见一位女嘉宾 对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我这个 好不好 这有啥说啥 这不是瑞兰老师 这个谁眼说咱刚见面 但是一件事动了年龄 从电视上 我喜欢是离异 不喜欢上 好 那接下来男嘉宾可以稍作考虑 第二位约会女嘉宾 会选择什么